哇 邓醫師 你也外婆帶大的 你外婆跟媽媽會不會衝突 我外婆跟我媽媽常常吵架 他們之間我實在不能說是仇恨 因為我外婆最看重我媽媽 我這樣講我阿姨們應該也不會接 因為他們都這樣說 我媽媽是跟我外婆最親 她也非常的孝順 我媽媽是一父子 所以她就是一直都跟著外婆 我媽媽結婚的時候 就是還是把外婆帶去一起住 而且外婆同住的時候 她跟我爸爸晚上從來沒有關過門 啊 夫妻之間 為了不要讓外婆覺得 我嫁王就把你媽媽排在 其實很多單親的女兒這種心境 他們都沒有關門 所以她是真的很孝順 然後他們兩個很相愛 我媽都買最好的東西給我阿嬤 我阿嬤都把媽媽給的東西 攢起來捨不得用這樣子 可是他們一天到晚吵架 因為意見不同 意見不同其實來自於 都是一個男人的問題 因為我阿嬤也是很早就手寡 我父親也是很早就不在 他們兩個都很悲痛 受得這個沒有先生的苦 可是阿嬤用的方式是 我這一輩子就忘記世界上有男人 然後我就很堅強這樣 所以我阿嬤 她不需要靠男人 有癥結牌坊的那種 我們祖傳的家訓是什麼 我沒有跟大家講過 是什麼 大嬤都是負俗品 負俗品 負俗品 對 但是我真的很愛男人 但是我是在這個教會下長大了 我媽媽你想小時候沒有父親 然後我媽媽是一個很多情 很浪漫很溫柔的女孩子 所以她就一生渴望感情 那父親沒有以後 她還是渴望感情 所以阿嬤看到媽媽用不同的方式 去面對沒有老公的傷痛 又屢屢挫敗 我媽每次都被男人利用 傷心回來 阿嬤看到就去嘛 去 但是 他去 但是這又觸到他自己心裡的痛 他也沒案子 所以他並不是說 我們都沒案子 我們兩個在一起 在一起 不是 我阿嬤就用很難聽的話 罵我媽媽說 是沒問題的事 你這個還要難聽 然後當著我的面 罵媽媽 所以有時候母親 我媽媽其實她很孝順 她有空 她可能一個月一兩次來看我們 我跟阿嬤住 然後她站在樓梯 就聽到阿嬤在跟我 阿嬤不知道媽媽來 阿嬤在跟我說 你媽媽就怎樣 你後來大閃閃閃不能唱 你媽媽 然後我阿嬤就會說 我就是娶你媽媽給我失望 所以我要幫你定期一遍 幫你穿一個禁服 然後媽媽就站在門口聽 然後手上提著 你只要送給阿嬤了 禮物再批回去 所以他們是 所以我剛剛跟美人姐說 我六歲就會做團體治療 媽媽做一邊 阿嬤做一邊 然後他們兩個人吵架 要我站邊 要我選邊 要我選邊 那時候青少女的時候 媽媽說 你如果要對阿嬤回去 閃閃你對阿嬤回去 沒有我這個媽媽 然後阿嬤說 你算啦 對你老母 你當作沒有這個阿嬤 東西我在明天才會送你 我這很殘忍 對 然後那個少女 那個少女坐在那邊 我就想要怎麼辦才好 因為得罪任何一方都不適應 沒有六歲應該是 不是少女 那個女童 我女童的時候是苦 那十幾歲的時候就想方法 他們一直吵到我二十幾歲 那我後來長大就想辦法 我就是裝說 我很痛苦啦 我沒有媽媽也不行 沒有阿嬤也不行 拜託啦 你們兩個好好啦 拜託啦 拜託啦 這樣子啦 就這樣子一直到 這樣過幾十年 阿嬤跟媽媽的 情節是什麼 對男人 對那個愛感情的 那種價值有影響到你嗎 我就在兩個完全相反的 價值裡面摸索啦 男人是附屬品嗎 就是在一邊是 忘記世界上有男人嘛 一邊是告訴我 所有的不幸都來自沒有男人嘛 所以我很衝突欸 所以我後來遇到那個 就是教我性別理論的老師 我常常說老師 你是我的救贖嘛 對 就把我從這個衝突裡面 帶出一個方向來這樣 這真的是兩種完全 完全不同 不過我有一個 我經歷跟妳類似 就是永遠就是聽到我媽在罵我外婆 然後永遠就是到我外婆家 就聽我外婆在罵我媽 然後我們就要不停的聽兩邊倒垃圾 聽了 我大概有聽了有 大概30年有吧 因為我媽媽是在我30歲過世的 那我從小到大印象就是這樣 我跟我媽媽後來修復關係就是 我結婚之後我在報社 每個禮拜三休假 那其實每個禮拜三休假 也沒有地方朋友可以去嘛 我那時候還沒小孩 我就跟我媽媽每個禮拜三約會 就帶她去吃飯幹嘛 就是這樣 然後永遠吃飯的題材都是我外婆 永遠 永遠 就是每一個禮拜都是重樣的內容 外婆其實才是主菜 對 就是我媽媽就永遠都在回溯她 傷痛的童年 就是她小時候被我外婆怎麼虐待 或者是說我怎麼打她 我覺得我媽只能聽吧 心底的意思是說 妳從來不會講說媽夠了 妳就已經講幾十年了 沒有辦法 以前會 但是我學會一件事情就是 我覺得我需要了解我媽媽 所以其實我以前小時候 會覺得她很煩 就是不喜歡聽 可是我覺得那段時間 就每次我就讓她講 然後她就講很多 妳可以溫物知心 我跟妳講說 我會提起來會 這個遼播媽媽那個上頭 不會不會 我告訴妳 妳有時候跟媽媽沒有話講 現在我說跟妳媽媽沒有話講 我只要講說 當初是阿嬤好像比較沒聽 她說 蛤 別說了 我跟妳講 就開始了 就在講很久 不要說了 就開始在講了 講鼓就開始 就開始再講了 這樣講 所以那種就是 打開話瑕疵了 不是 對 就是按鈕你知道嗎 你再按到 真的 她就會 壞到錄音機都開始了 我跟妳說六千塊 我跟妳說我以前就是 給我把妳飛掉 但我今天可以讓她得到安慰 我回去跟她講 姻美人她媽媽 妳在生活裡面有刻意去 跟妳的女兒相處 有刻意去避開 那個媽媽跟外婆的那種狀況嗎 對 我覺得是 因為像我啊 就是我媽媽過世之後 我女兒才出生嘛 但其實某些時候 我還滿遺憾的 因為我媽媽沒有看到我的孩子 可是某些時候 我也覺得我做的是對的 因為如果我生了孩子 我就沒辦法那樣陪她 在最後那幾年 但是我盡量能夠就是跟 不是 我是說妳避免 盡量避免 妳跟妳的女兒就母女 跟妳上一代的母女的那個 我會盡量去比 比如說 比如說我會很盡量刻意 比如說跟我婆婆關係是好的 好 或者跟我爸爸關係是好 我不想要讓我的女兒感覺 好男人的標準究竟是什麼 女人對男人 會不會總是要求太多 終於到終於晚上幾點 請收看新聞哇哇哇